吴雪松还是 哇 这是一个往前一个后手拳 雪松有点大意了 哇 这个这一下是真的是非常太大意了 这个 刚才的一个后手的一个拳法击倒 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 嗯 其实我们看这两个选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 对 哇 雪松这个时候不能硬进呀 对 和赛非常灵活 而且身体的姿势的改变啊 往往躲过雪松呢 非常直接的进攻 对 他的攻击路线比较多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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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南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驱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家中医老师微信 574 993 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治根治患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武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 993 200 左右直拳这个距离啊 非常的长 攻击距离 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进距离的拳法 反正都是放得很长 飞 打完的雪神追的时候啊 这和赛的步法转的比较活 对 他应该是研究过雪松 雪松的前手 雪松是防守的前手 对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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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哇 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手前续几次啊 哇 前手 维生救了 这 我们看 前还可不可以 其实前两次重击核赛是一个倒下 但是维生阻挡了核赛倒下 漂亮 又是一个前手 现在需要打准呢 哇 这是 哇 这一个倒地的场面跟雪松 KO 太阳俄斯坦的一模一样 那都是细长形的身高 对 我们看一下 雪松也是挨到重击啊 不过核赛的这个左右直拳啊 还是相当准的 而且攻击距离非常的长 威胁性也很大 哇 躲过一个转身跌拳 漂亮 第一个前手 这个时候核赛就已经有点晃了 一个躲闪 直接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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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模一样 哇 真的是真的是 在雪松身上真的是 我估计在以后 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 一分三十四秒 KO获胜 Andy Winter 他就会有点晃的 但是 我